我怎么又被咬了我 不是我说这个龟啊 你们最近是排着队的 在这滴血认清呢 就在前两天 我刚被我们家的墨带咬了一口 然后发了一些视频 被墨带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甚至还在评论区说 看看下次咬我的是谁 好家伙这都没出三天啊 他就give me some color CC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在直播间 我给大家演示 如何去给水龟上这个护甲油 于是呢 我就拿我们家这个大剃刀作为例子 结果没想到 他转头就给我咬了一口 是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你就知道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咬我了 上次给他治疗真菌的时候 我就被他咬了一口 然后只不见了90多个人 就听见我 这一声惨叫 一起见证了这一幕 这让我不惊得想起 我上一个视频 有人在评论区里面说 我们没看到 你在演示里面 呵呵 满意了吧 前两天那个墨带 好歹咬一口 马上就松嘴了 这个提到 咬一口以后 一直不松嘴 所以这次咬的 比上次更严重 准备好了吗 给你们看看 上次评论区呢 就有很多朋友在讨论 要不要打针这回事啊 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 你就去打针 反正我被咬了好几次了 我也没打针 我基本就是呢 用清水冲干净 然后上点脸服 干养一下 对你没听得做 干养一下 然后平时呢 上个窗口贴 保护一下 是我活该 以后一轮机的戴手套